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这里面唯一说了算的 是一个叫陈丰仁的老大 他在里面是呼风唤雨啊 所以彭户区什么事情找他 一定能办成 这么厉害的大人物 怎么能见到呢 江湖上有个规矩 就是你想见一个人 就给他递一张帖子 俗称拜码头 你接着帖子的人 若是江湖中人 就必定出来跟你见面的 那这样就简单了 我跟老梁他们说一声 别别别别 如果要这么简单 我刚才不就说了吗 有什么问题吗 这第一呀 这个 陈丰仁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他的为财儿坐在江湖上 可是出了名的 老梁要是亲自跟他们见面 有可能会被出卖哦 不会吧 老梁他们可是 大名鼎鼎的猎狼人 这陈丰仁啊 给他个胆 他也不敢出卖他吧 退一万步讲 陈丰仁害怕猎狼人的名声 但是你可别忘了 那天 在女子宫寓门口 杀的小混混 那是他陈老大的人 对呀 难怪啊 我说听陈丰仁这个名字 怎么那么耳熟呢 这陈老大 有仇必报 这也是他能在棚户区 站住脚的礼头 这薪酬 再加上那么点利益 他出卖老梁的可能性太大了 你觉得呢 所以这个法子行不通 我看还是算了 你坐下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什么意思啊 不说是烈狼人 不就行了吗 你什么意思 外面 虽然有咱们两个人的通缉令 可是我那个花像根本就不像我 所以我去不就得了吗 不行 太危险了 你听我的没问题 你不是说 陈丰仁很讲江湖道义吗 那江湖上的朋友来拜访他 送个帖子 这总可以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可是我 行了 那有什么问题啊 赶紧的 你赶紧叫我写那个什么 拜码头的那个什么帖子 还有啊 不许告诉老梁他们 听见没有 行我知道了 明天到晚老叮嘱我 你死人 来来来 我跟你到 老大 看帖子 像是道上的兄弟写的 也符合江湖规矩 不过上面没有具体署名 我怕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 你说 我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 那当然是彭护区派出所张所长 那张所长后边支持他的人 又是谁 没有日本人给他撑腰 他敢那么大胆吗 在这儿 谁不给您三分面子呀 也就是说 今天赶上我陈丰人宅子里来的 既不是张所长 也不会是日本人 应该是 这几天 这几天我就觉得外边的风声不大对劲啊 不管来的是哪路神仙 见一见再说 日本人和抗日分子天天在等 也没听见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啊 陈老二 陈老二 要说识文断字 我不如你 可是我自小在这垃圾堆里长大 要说弃谋策划 你不如我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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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好嘞 人有请 我这是哪位兄弟登门造访啊 陈老大 你不认识文断字 这位姑娘 你是替哪条道上的兄弟来见我呀 我没有替谁 下帖子的就是我 我还以为是谁呢 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都敢跟我陈某开玩笑 聪客 陈老大 都说陈老大是英雄豪杰 怎么 就看不起我这个女英雄吗 胖色 怎么没人跟我说 这位姑娘就是道上的人哪 陈某 有眼不失泰山 多有得罪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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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爷 今天到访 冒昧了 江湖同道 谈不上冒昧 这封帖子我收下来 还请姑娘探探来意吧 我要在您的地盘上找一个人 您的手下众多 为了避免在找人的时候发生误会 所以 今日特地来通报一声 还请您行个方便 您的手下众多了 要是在找人的时候 您能给我帮帮忙 那您这个情 我算是记一下的 知道了 那这么说 昨天在南京发生冲突的 那一定就是你 的人吧 姑娘 你的这个帖子没有署名 行 作为地主 我没计较 还是让你进了门 对吧 可是接下来你的言行 就离这规矩越来越远了 既不亮明自己的身份 又是开口就让我帮忙做事 这样不太好 其实 你不是江湖主人 告诉你江湖规矩的人 他呢 也不知道这个江湖规矩 是怎么回事 你要我帮忙做事 又不愿意亮明身份 我理解 因为 你是宪兵队 要通缉的这个人吧 既然 既然要求我帮忙做事 那得开个条件 互利互惠吧 互利互惠 对呀 你让我帮忙找人 他是有挑肺的呀 你想啊 我手下的人 帮你跑来跑去的 你不能让我往里搭浅呢 千爷 既然您知道了我的身份 您还敢跟我合作吗 这个怎么说的 宪兵队和我 兵和贼 那就是敌人啊 那你想让我帮你做这个事 你 用什么理由来说服我呀 我明白了 我陈某今天 所以能守住这个棚户区 深得弟兄们的信任 那就是因为我不计恩怨 只要你求到我 我就给你一片天地遮风避雨 我先助人 大家伙才助我 对吧 所以 你要我帮你办成这件事 你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你懂的 臣爷有话不妨直说 只要不害人 我都可以做得到 好 这个人 我帮你找 请 臣爷请 你见到春风人了 他答应帮忙了 对啊 他没提什么条件 就是一点小事 猎狼人名声在外 那样他也不敢胡来 那就好 那就好 老梁他们呢 他们出去了 去哪儿我没问啊 那正好我去换件衣服 晚上咱们就能见着那个王铁嘴了 放花下去 天黑之前把那个王铁嘴给我抓过来 记住了 要活口 老大 您放心吧 不过 您真的想和他们合作 他们可都是日本人同级的药犯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连街边的别三都知道他们之前 我能不明白吗 那老大您的意思是 可是 他们之前 猎狼人更值钱哪 他们使劲地要找这个王铁嘴 我就拿他当诱饵 把他们当做投名状 那我也可以有条件跟日本人谈谈了对吧 咱们以后 也就不在这个彭虎区了 也换一个那个光鲜的名分了 至于警察局这个陆章 得罪了我算他倒霉 他就应该做好丧命的准备 那是 那是 我拿猎狼人当枪使 这事想想就 挺好玩的 那是 好玩 好玩 走 这位警官 我想问一下 你们张所长在吗 张所长什么事 您还不知道呢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啊 这所长的夫人啊 正在家里闹自杀呢 什么 自杀 你应该了解你们所长吧 你们所长在外面不是有女人吗 这所长夫人知道了 这哪受得了啊 正在家里一哭二闹三上吊呢 我说警官大人 您还乐得出来呢 这万一所长夫人有点什么事 这可怎么办呢 您是男人 您懂的 对对对对 你说对 他在 就在里边 行吗 谢谢妈 怎么带给女妈了 走 走 是啊 你看你看 那进去啊 我刚才就看见了 是啊 张所长 那是谁啊 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您再好好想想 你是 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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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去 张所长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王贴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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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你你吓死人了 没跟来吧 你瞧你得从样啊 他就是来了 他在这儿带不走任何人 嗯 对对对 带不走带不走 道是你好了啊 这次你逮着机会了 臣也要见你 来 傻子 你去把钟宁叫上 咱们商量商量王铁嘴的事 去 那个 那个钟宁他出去了 出去了 他说干什么去了 他去找王铁嘴去了 说不定晚上就能给你带回来 你能确定 确定 确定得了 说 说不说 行了 陈爷呀 还没想起来最近你都干什么了吗 陈爷呀 你饶了我吧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 我要是做错了 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有人专门点你的名字 要找你 陈爷呀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 我问你 那天在街面上绑你的那个人是谁 绑 绑 想起来了吧 他找你干什么呀 不是 他是找刘大军的 他跟我没关系呀 刘大军 刘大军是干什么的 刘大军他是我一个老街坊 前两天来这儿找我 说是 说是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 又在这儿躲两天 哎 这就对了嘛 啊 你告诉我 告诉我 这个人现在躲在哪儿啊 这 这刘大军他 这个我不能说啊 陈爷 刘大军是我的朋友 我不能出卖朋友吗 陈爷 王司令党 一定要问出这个刘大军来 是 不是不是 不是 陈爷 说 说 说 陈爷 哎呀 说 哎呀 队长 什么事啊 鹏骨局警察所遇期 所长被杀 你说的是 发现了唐朝在女子公寓的所长吗 是的 女子公寓还没有眉目啊 你去看看 为了立刻向我汇报 是 老大 这个呀 在总这儿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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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确定了吧 不愧是高手 果然言出必见 干净利落 好 那陈爷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王铁嘴呢 陈老大 我在这里谢过了 咱们后会有期 告辞 等一下 我这个人有点好奇 所以就多做了一点 这儿 豹 调 她叫刘大军 那你真是 是 那你真是 赶紧 对 摈权 猎狼人 没关系 有他在 代表猎狼人的人 一定会出现 我不着急 你放心 这笔生意 我第一个留给你们猎狼人 我还得跟你们合作呢 这要是谈得好的话 咱们 皆大欢喜 要谈不好的话 那 我就把你们都卖给显明队 日本人会给我大价钱的 陈老大 你是江户人 江户人最讲规矩的 规矩 我就是规矩 陈老大 别乱来 你不想让我伤害他吗 陈老 上 你 姑娘 好好想想 我 你 要是你的话 我就不管他的锁 你 他要是活着 那你们才有危险啊 他要是死了 你们就安全了 啊 他抛开这个 你也不想想啊 我拿什么谈条件呢 他就是我手里唯一的筹码 那我要是把他杀了他死了 那我拿什么跟你们猎狼人谈条件呢 你这个骗子 你就不怕猎狼人吗 不怕 我怎么不怕啊 我怎么不怕啊 可这是哪儿啊 这是彭户区 不是通川 更不是你们什么根据地 这是谁说了算啊 我陈老大说了算 这儿 嘤火 嘤火 哈哈哈哈哈哈 嫂子 你可出来了 我问你 小宁到底干什么去了 这个时候还不回来 这都大半夜了 忠 忠宁他是 去棚户区 找陈丰仁了 陈丰仁他答应帮他找人了 叔今天晚上就把人交给忠宁 然后呢 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些 说让我在这儿等他回来 是个不铁城 华丹鸡 夜山将 各无神秘 只剑桃 小涟漪 随着他没听哭门 夜山火都未留 你生不信 又不随人 人 你们看出什么了吗 你说钟灵会在里面吗 肯定在里面 你怎么知道会在里面 这都什么时候 你看过谁家大半夜还开着门呢 这分明是等我们出现 那咱们怎么办 这里可是三不管了朋友区 陈凤仁自认为是老大 等我们出现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大摇大摆地进去 等他当面是贪贪 走 走吧 走 看来 你们这猎狼人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义气 不是没意气 这 这简直就是没脑子呀 就都现在了 还没发现你们出意外呢 看来我这空欢喜一场 好 嗯 弟兄们 都给我听好了 一会儿猎狼人要是来的话 给我忘死了打 我不相信咱们这么多弟兄们 打不死他们 丽狼人 臣爺我等你们等了很久了 石像的火 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我带你们去见老大 没听清是吧 到了我的地盘 是龙你得给我弹着 是虎你得给我握着 放下武器 省得大家都没面子 撕子冲 上 八尸 八尸 你们的人来了 管人啊 老大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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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不知道夸他们好啊 还是骂他们好 你说本来可以坐下来聊的事 这非得用这种粗鲁的方式解决 猎狼人是不会跟你这种人谈条件的 你不是答应条件了吗 可我不是猎狼人哪 我倒是真想成为粒狼人 可我还不够格呢 老大 这 这烈狼人太野蛮了 这 这话都不让说 直接就动起手来了 谁赢了 我回来的时候还没分胜负呢 你独逼 那这 你说什么 连鬼子跟宪兵队都挡不住的猎狼人 就凭您这几块料就挡住了 你还别说 您还真拿刺激当回事 把枪准备好 万一不行的话 交动手 给 Operations 骑 骑 骑 呀 快 走 走 皇上 我养的这一帮什么废物 胳膊上跑马 全头上占人 这才多的功夫 让人就冲到里边来了 不是 老塔 这 是他叛力 后来 走 快点 快点 走 走 快点 快点 陈老大 我们来了 最后掩护老大 你不准备迎接一下客人吗 猎狼人 不错 怎么 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 倒很别致 让人难忘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听说你们共产党办事 是特别讲究啊 所以我是大厂中门 公营好汉 没想到 猎狼人非但不领情 还伤了我家众多弟兄 请问 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 你还挑礼呢 有礼走遍天下 江湖汉子 凡事要站住一个礼子 这样 我才能够以诚相待 不惧鬼神 行了 别跟我来这一套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笑吗 要是真讲道理 今天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直说吧 你要什么 都是聪明人 我没时间跟你磕头 直说 好 我听说 你们有一条通往苏北的秘密运输线 而且你们出手大方啊 凡是参与这条秘密运输线的人 都挣了大钱了 我陈某要求不高 运输线上的事算我一够 听起来 你要和共产党同伙啊 这钱可不好赚啊 你没听说吗 鬼子已经把北边的根据地都封锁了 就因为鬼子封锁了苏北 检查站又多 所以你们这条秘密运输线 那是一条黄金通道 别的条件还都好谈 可惜啊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条路线 那是谣传 谣传 无风不齐浪 我说啊 要是没有这条通道 你们能在这个通川城里边 自由出入吗 都是聪明人 硬着头皮撒谎都没意思了 不是 我是有诚意 我希望你们也认真对待 好 我听你的建议 好 那咱们今天就认认真真地先把现在的事说说 首先你扣了我的队员 这是妖怪不是商量 你必须把他放了否则我们没话可谈 这不可能 你怕什么呀 我的人都在你的地盘上 再说了 我又没什么事 我又没让你放了刘大军 刘大军 刘大军 刘大军死得比活得好 你骗谁啊你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员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员 我们怎么做事 你不要乱猜 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 如果有可能 我们一定会带他回去 交由上级机关处置 我们不会也无权处置 这不好规矩 这是我们的规矩 不是你的 你要是不愿意 那我们就无话可说 其次 你看看我这个人 像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你什么意思 老大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共产党做事 不会跟任何人讲交易 这件事 从一开始你就错了 合着你刚才说的话 都是骗我的 相骂无好口 相打无好手 我们是对手 这一点你怎么会忘了呢 好了 现在你该送客人 放心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 一定要保证 保证你的安全 好了 就送到这儿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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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这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走 走 放冲天炮 是 是 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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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bnb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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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 此地不快救了 快走 快 强盗 追啊 快撤 强盗 快 强盗 追啊 追 快走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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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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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大家注意喽 强盗来喽 大家注意喽 强盗来喽 空蹄包响了 大家都出来啊 空蹄包响了 大家都出来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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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看着 快走 快走 快快走 快走 快走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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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